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啊 姑爷 你怎么回来了 你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哎呀妈 我着急 我回来给你要点东西 要啥东西啊 你打个电话给我 我给你送过去多好 哎呀不用 妈 回来打不也一样 那你跟我说你要啥东西 你赶紧给我八百块钱 啊 怎么要那么多钱 我上个周不是刚给你五百块吗 哎呀妈 现在物价这么高 钱哪看花呀 那你说说 你钱都花哪了 我买件衣服就二百多块钱 然后吃喝零食什么的 都可能花的不快 不是闺女啊 咱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啊 你说你啊 像高中的时候花钱那么仔细 怎么上了大学啊 反正大手大脚的呢 不是妈 我一个月才花一千五百块钱 我室友他们一个月都花四五千块钱 我也没买其他乱七八糟的呀 就逛逛街买买衣服什么的 闺女啊 我这里真的没有钱啊 上次给你的五百块 还是我好不容易给凑的呢 妈不能吧 咱家连八百块钱都没有啊 咱家这过的什么日子啊 你说咱家过的什么日子啊 咱家条件本来就不好 为了你上大学啊 我轻轻轻力 省事兼用 你这上了大学啊 花钱反而越来越多 你以为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吧 我想我还得跟事有事有事呢 不是不给 是没有 你到底给不给啊 你不给我就不念了 好给你啊 但是没有那么多啊 那你有多少 就二百来块钱吧 才二百 那二百就二百吧 你先给我吧 哎 哎 你别急啊 给我拿来 哎 你拿来 拿来 你拿来好不好啊 你拿过来 你拿来 你拿来 金先生 啊 啊 但是没有那么多啊 那你有多少 就二百来块钱吧 才二百 那二百就二百吧 你先给我吧 那二百就二百吧 你先给我吧 哎 你别急啊 给我拿来 哎 你拿来 拿来 你拿来好不好啊 你拿过来 你拿来 今天借李阿姨三十块钱 王阿姨一百块钱 王大爷十块钱 十月十八号 点了十个瓶子 一点紫箱 卖了两块五毛钱 十月十七号 卖四块八毛钱 一块钱 一块钱 二千元 一块钱 穿個 一块钱 你翻来 另一块钱 一块钱 人银子